所以我們來看到在今天有談到 這裡頭3000億關稅商最大的是誰呢 組裝廠商最大 包括消費電子供應鏈要重啟搬遷之路 為什麼組裝廠商大 我直接講他在旺季的時候 組裝廠利潤也才3% 結果你現在全面性被磕了10%的關稅 對他們來講沒辦法承受 所以路透今天有報導 他引述知情人質消息 他說我們之前討論了半天 在廣州那個增城的10.5代廠 就是鴻海跟夏府合作 那個10.5代面板廠 在找人買 因為對他來講 鴻海要賣掉面板廠 而且就是我們之前講了半天 10.5代什麼康寧 各個供應鏈全部都趕到那邊去的 那一個10.5代最先進的面板廠 他求售大概2700多億的價格 因為對他來講 我如果長時間被困在這裡 我產品都被客10%關稅的話 我組裝跟全球化的案子 我吃不到 所以現在大家就往外逃 逃到最遠的地方 大家可能沒辦法想像 現在他們要逃去印度 而且鴻海去的那個地方 那一個叫做這個甘吉布勒姆區 Country Point 離Chinnai大概50公里左右 離清奈是吧 對 離清奈還50公里左右 而且是一個千廟之城 就是你要研究凡文就在這裡 因為它光是神廟大概400多座 那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可以再開一個這個工廠 是因為原先曾經富士康 在這一個區裡面的Free City 曾經開過一個廠 原先是幫Nokia做 那現在當初Nokia要收的時候 你知道他們的工廠員工拒絕關廠 就你要關了 就工廠員工說不准 不准關 不准關 對 你可能很難想像 大家抗爭是要罷工 沒有 在印度員工的自主性很強 所以說不准關 洪海花了很大的力氣 富士康才把這個地方關掉 好 現在學衡就坐在 印度千廟之城區 換句話就是說 洪海這次去的地方 他所設的廠就在千廟之城 但那個廠是原本就有的廠 是過去Nokia的廠 然後Nokia結束營業之後 洪海現在接手要繼續做 他要做的是什麼 做的是蘋果 做的是小米 對 那為什麼我們這樣講 你看到這個背景就知道 這個地方是整個印度的文化中心之一 可是為什麼你蓋你的廠 要跑去文化中心 原因很簡單 在印度是廠遷就人 不是人遷就廠 對 我這樣講好了 整個洪海在農滑廠 在中國各地的廠 那個軍事化管理概念 就農民工一抓50萬 30萬 到我這邊蓋30棟宿舍給你住 然後大家都吃大鍋飯 不贏了 印度人不跟你玩這一套 你如果要找員工 你要派車去接 你不要休想我們從 我家住的地方跑來這邊 當年Nokia吃了很大的虧 所以他們會有很多很多的大巴 目的是去接員工 但是以郭台銘過去的經營習慣 他一定會蓋宿舍 就讓他們來工廠附近 或者工廠裡面的宿舍住 而且他通常會造震 對 沒有用 因為印度官方語言至少22種 所以換句話說對這些人 為什麼他寧願坐100公里 Nokia當初接人最遠接到100公里 因為就沒有人 人不夠 因為他離開自己的社區 或是那個鎮之後 那語言根本不通 所以你叫他說來我這邊住宿舍 你跟隔壁床人 可能語言都不一樣 所以他們寧願每天坐100公里的車來 所以你看到的 好像是3000後宮家裡一樣 因為女性員工都要綁著 很漂亮的沙粒穿在身上 可是對鴻海來講 這是非常大的文化衝擊 因為第一個 你的食堂一定要準備咖哩 你跟在中國那邊不一樣 什麼大家吃蛋 然後有豬肉吃就飽 不行 你要準備咖哩 第二個 印度的員工 你得要配合他 他想罷工就罷工 鴻海曾經有一次說 我總裁要來了 總裁郭海銘要來參觀了 那個廠方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總裁 最近罷工 你可不可以等幾天再過來 所以除了人難管之外 你可能沒辦法想像 他這次鴻海到這一個 3City 就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千廟之城裡面的小都市來開 他的零件廠都遠得很 光是幾個零件 包含了螢幕 包含了一些零件 要從5800公里以外的廣州過來 工人朋友一定知道 紅海的習慣是我今天到什麼地方設廠 我的周邊零組件廠商通通要跟著去 因為我的供應鏈跟著去 我才會方便 比如說案件要去 機殼要去 面板要去 所有的線材要去 我才能夠就近所有的零件 來到我這個廠之後 我就一次把它組合好 問題來了 他現在到印度去 他的組裝廠去了 但他的零件廠還在中國 那不是很麻煩嗎 而且講白一點 更慘就是100公里之內沒有其他的零件廠 那這個東西到底差在哪裡 那要從中國運過去 就是這樣 因為當年你知道 那個Steve Jobs很愛改東西 所以曾經發生過一件事情是 突然間螢幕要改 然後一天之內 你隔壁的螢幕廠生產出來之後 當時紅海的狀況是 那個公投就ㄎㄎㄎㄎㄎㄎㄎ 全廠區廣播 8000位員工全部給我起床 我們給你一杯牛奶 幾個餅乾 請你現在開始 把這個螢幕重新安裝到手機裡面 但現在在你搬到印度去之後 沒辦法 ㄎㄎㄎㄎㄎㄎㄎ 因為他們沒有住在宿舍裡 根本沒有 你ㄎㄎㄎㄎㄎ 你就派車去接100公里才回來 所以他整個供應鏈的速度跟時間 增加到7倍以上 所以現在產生一個狀況 你原來供應鏈是所有的供應廠 都在你這個地方有集合聚集效應 但現在沒有用 所以整個印度的文化跟紅海 都是不得不然 他一定得要來這邊 不然所有東西都被課10%的關稅 是沒有辦法存活的 可能印度也抓準了 他說這樣子 你要來 你想要把iPhone 因為在全世界各地iPhone賣得很火 然後這個產品價格越賺越少 那你想要來印度賣對不對 等等 我要求你至少要30%以上的零件 都在我印度本地生產 否則不准你賣 好不容易最近才達到這個標準 夢買的第一家Apple專賣店才要開 在那之前沒有合法的專賣店 所以整個 所以在印度沒有蘋果直銀店嗎 不行 不准你開 完全不准你開 要嘛你就找人走私或是偷賣 但我官方不准你開 在你達到30%印度本土自治之前 不准你開 所以現在勉強你看到 中美貿易戰帶來了一個新的可能性 就是終於在夢買 要開一家Apple的專賣店 好 所以更令人擔心的是 中國出現了一波接一波的千場潮 剛談到了紅海 談到特利烏 還包括金瓷陸陸續續要離開中國 當然這裡頭 受到最大傷害以及重創的是蘋果 甚至有人說 美國人這麼講 他們說這是拿一顆蘋果去換大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紅海的股價 請憲哥幫我們來看 紅海要離開中國到印度 當然還有重重阻礙 剛剛也談到 包括它的供應鏈沒有辦法根據 所以它有非常大的 供應鏈的交通時間跟預輸成本 以及人的管理問題 但是股價上似乎也透露這樣的玄機 紅海的股價在今天弱勢往下跌的過程當中 外資大賣了一萬一千九百九十二張 好 那紅海如果從股價的一個角度來看 它今年應該一片只差八塊錢 理論上來講本益比才九倍多 非常便宜 但是你看它的一個K線的一個線型來講 已經所有的均線都跌破了 它已經成為一個相當弱勢的一個格局 而且今天又出現了一個跳空缺口 七十塊一毛錢 看起來有點危險 這個跳空缺口如果未來三天沒有辦法補的話 那可能就會形成一個真正的一個 往下的第一個跳空缺口 那這樣的話就很麻煩了 所以紅海的股價暫時 你就把它當作一個觀察的指標 但是不要貿然的進去搶短 另外我們來看股王大力光 那大力光剛剛是公佈了一個它七月份的營收 是創今年的新高 那它的營收是五十四點七三億 那跟去年同期來比的話 它成長三十四點二八趴 那算起來應該是一個蠻好的一個訊息 不過因為在上次的一個大力光的 它的法術會裡面 那林林平說它八月份看起來不是很明確 所以最近外資尤其是在上個禮拜五 賣了五百多張 那今天只有賣五十五張 所以大力光如果率先能夠止跌的話 尤其它是一個股王 我們看一下盤長走勢來看一下它今天 它今天還算是撐得比較相對穩定 那今天至少它還盤上盤下 還來回走一招 走了好幾招 所以理論上來講 大力光它是蘋果乾淨股裡面算是強的 因為昨天在上個禮拜我們發現到 華為公佈的業績是比大家想像強 所以大力光它腳踏兩條船 它有蘋果概念股 也有飛瓶概念股 所以理論上來講 我覺得大力光是以後在整個觀察的 一個重 重之之重 好 我心裡想說 我心裡想說 是一種最好